大家好,欢迎来到地产世界,我是陈森迪,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据PTLA报道,送疫情影响洛杉矶住客和房东将能够再次申请更多的租金、原住金 这是洛杉矶市和加州的一项新的协议 该协议将促使洛杉矶人可以享有52亿美元的紧急租房、救济金 该救助金是联邦政府扩款到加州地方责付的 加州地方政府将负责处理租金、原住金的申请 并为洛杉矶人分发救济金 从2020年的4月1日开始 The Housing is Key紧急租赁援助计划将会支付符合条件的居民所欠100%的租金和水电费 符合条件的租客也可以申请未来水电费的援助 但该计划最多只能覆盖12个月 符合条件租客的未付租金也可以追溯到2020年的4月1日 房东可以得到相应的租金补偿 本周三起洛杉矶的租客和房东可以开始申请原住金 这距离加州的9月30日到7日的驱逐禁令还有几周的时间 那使用资格申请呢 符合收入条件的申请人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都有获得租金原住金的资格 且无需出示美国公民身份证明 要符合申请资格 一个家庭必须支付租金 并且满足以下的要求 第一呢必须是洛杉矶的居民 第二家庭中有一人或者多人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或因疫情造成的家庭收入减少 产生重大费用或者遭遇其他的经济困难 第三就是家庭收入达到或者低于地区平均租位数的80% 那么大家要问呢 这个Housing is Key 网站有没有列出这些相应的财务困难的一些例子呢 其中包括了增加的托付费用啊 如与新冠有关的健康问题 费用以及收入损失 加州将首先审查地下符合条件和面临驱逐风险的申请人 发放原住金 加州将持续接受申请直到50亿 原住金都用完 洛杉矶市议会主席Nurie Martinez在三桌山表示 已经在后名单上待了几个月的申请人 将会被优先考虑 那没有人要问了 那如何去申请设救原住金呢 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在housingskey.com上面申请 如果居民停写申请审需要帮助的话呢 也可以拨打预约中心的电话 833-687-0967 住房者需要提供20年的纳税申报单 20年的W2和1099G 当前的工资单参加州货的联邦补贴计划的证明 若房客没有报税单货的工资单呢 也可以提供库主声明 在2020年4月1号以后呢 需要帮助处理水电费的租客 还需要发票 获得未支付的水电垃圾和互联网站单 此协议呢也鼓励房东通过网站进行申请 一旦申请完成 租客呢就会得到通知 此外呢 租房者仍然可以在没有房东帮助的情况下提出申请 然后呢 房东将会被通知 并且要求签字参与该计划 若房东同意参加这个计划 将直接向房东付房租 如果房东呢拒绝参加 那款项将直接支付给租房者 租房者必须用这笔钱支付房租 据悉 去年洛杉矶时拨款近1亿美元 洛杉矶住房部在6月内向49,000多户 将近发放了援助金 那洛杉矶的市长 Eric Gassetan 在一份声明中说 每一个因疫情导致生计遭到破坏 并且需要住房援助的洛杉矶人 都应该得到援助金 那疫情给军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作为一个政府呢 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度过资产危机 我是陈思磊 美国注册地产经纪商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的美国地产资讯和实事 我们下期再见